欢迎收看教你在家里种水果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一木 今天一木教大家种的是我手里拿的木瓜 好大一个木瓜 木瓜非常的好吃 木瓜牛奶 哇塞 太绝了 很多花友自己家里吃 对吧 那其实木瓜我们吃完之后 只要经过简单的处理 保留好它的种子 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种出一株木瓜的盆栽出来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 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建议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己的小朋友 共同学习 共同在家里来操作 继续怎么操作 下面我们来看吧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大木瓜了 那木瓜的种子非常容易获取 我们在外面吃木瓜的时候 经常买的就是大家切好的 就是商家给你切好的 你直接吃木瓜牛奶什么的 但其实如果你自己切木瓜就知道 我切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切木瓜的时候就知道 这木瓜切开之后 木瓜的里面的这个木瓜籽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获取木瓜的种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我建议家长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操作 你可以看到 打开木瓜之后看到了吧 很丰富的这些黑色的全部都是木瓜籽 这些籽一般的我们就丢掉了 非常可惜 那实际上啊 跟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把这些籽留下来 我们就可以做木瓜的播种 现在我们来获取种子 好的 现在一幕手要拿的呢就是一个木瓜的种子了 那木瓜的种子外面穿了一层衣服 我们呢是不能直接播种的 要把它外面的衣服给它脱掉啊 我们脱掉衣服呢很简单 轻轻的给它揉捏一下啊 挤一下 它呢就从这个衣服里面给它脱出来了 那脱完衣服后的啊 这个木瓜的种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没有那么透明了 是一个完整的黑色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是一个非常黑非常黑的黑色的一个小种子 给它脱干净一点点 好了 我把它放到我的手掌上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种子外面呢 纹理都可以看到清清楚楚 这个就是完整的木瓜种子了 我们把木瓜的这些种子全部都收集起来吧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获取到了 非常多的木瓜种子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木瓜的种子外面的纹理 这么多木瓜种子放在一起 看的就更清楚了吧 那这些种子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播种 木瓜的种子啊 发芽率还是很高的 我们不用进行育苗就可以播种 不过下一步我们首先要把种子清洗一下 好的 现在我们成了一碗清水 把木瓜的种子放到清水里面 进行一个清洗的工作 这个清洗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种子表面的糖分全部都要洗干净 再来播种 如果保留着糖分呢 很容易引起啊 种子在土壤里会腐烂 所以呢清洗的这个过程还是很重要的 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们啊 一起呢细心的给种子洗个澡 洗干净 马上我们来进行播种 好的 现在我们就准备给它播种了 樱木呢选择了一个小花盆 然后的话呢用好了泥土 樱木的土壤选择的是疏松透气的营养土 大家在家里没有营养土呢 也可以用路边挖的田园土播种 同样是可以种出来的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准备好土壤之后 就把木瓜的这个种子啊 均匀的给它撒进去 像这样撒一撒啊 撒进去 撒进去之后的话呢 给它呢往底下轻轻的按压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种子呢是不用拨的太深的 像这样的小种子我们就给它这样压一压 用土呢给它做一个简单的覆盖就好了 好压完之后我们直接呢给它浇透水 浇透水 好的 那浇完水之后啊 这个花盆呢我们就把它搬在一个通风的 有散射光的位置就可以了 等它发芽之后再逐步的增加光照 平常浇水呢看到它的土刚了 就马上给它补充水分就可以了 马上就会发芽 发芽之后啊 一幕再来给您分享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播种的木瓜苗啊 现在的话呢已经长的这么多了 全部都已经发芽了这个木瓜 那我们现在的养护啊大概啊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发芽要了多久啊 基本上长得这么大发芽这么大呢 大概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啊 不到20天 那现在我们继续把它养护在一个通风的啊 开始给它有光照了可以增加光照这个情况 可以给它增加光照了啊 增加光照通风的位置 平常浇水呢看到干燥同样是要及时补水 不能让它彻底的干燥啊 保持这样的养护养下去 它现在的话已经够长的有些大了 等它再长大一些啊 我们再来说下一步的养护技巧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在这里继续的去养护它 长大了一幕再来给大家分享 好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整个木瓜苗呢 又过去了大概十多天的时间 它长的更大了一点 但是呢我却发现了一个烦恼 就是木瓜这个叶片大家看一下啊 开始惹虫子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虫子这么爱吃木瓜的这个嫩叶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们果断要处置一下 我们要种有机木瓜 肯定是不能使用这种有毒害的杀虫剂啊 都不能用 那一幕用什么来处这个虫呢 一幕选择了一些辣椒水 我用水啊我用辣椒呢 对了一点辣椒水装在喷壶里面 给它呢喷洒一点点 在叶片上给它喷一点辣椒水 这辣椒水啊对植物没有什么很大影响 但是呢虫子是很不喜欢的 所以这个辣椒水一定要给它喷上 防止啊虫子继续吃它 好 那后续呢继续把它养在一个向阳通风的位置 等它长得更大之后 一幕接着给大家分享 好的那这个木瓜盆栽经过上一次一幕给大家分享之后啊 又过去了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木瓜苗啊从原来这么小苗 现在已经啊两个月长得有这么高了 最高的长得这么高了 那现在它已经长大了之后呢 后续它会越长越好 我们继续把它养在一个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位置去养护它 未来是越来越大的 一定会效果越来越好 真的让人非常的高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里面长得比较好的一株呢 给它移栽出来 给它用一个更大的花盆 去栽种它 时间的关系呢 移栽的过程啊 一幕就不给它掩湿了 下面我们把它单独的用个花盆 更大的花盆 单独的栽出来 好的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已经用了一个更大的啊 超大的一个花盆 把这个木瓜苗移栽了出来 这样的话呢 它后来有 后期会有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也便于它呀 长得更加的茁壮 后期继续通风向阳的养护 等它长得更大一些之后呢 一幕接着给大家分享 好的 那经过上一次给大家分享 木瓜盆栽之后啊 又过去了一个多月 接近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木瓜小苗 现在啊 已经长了很大了 叶片呢 也长出了很多 状态非常的好 在整个这个阶段啊 我们是把它养在一个阳光充足 通风良好的位置 浇水呢 一直给它保持的 见干见湿的浇水习惯 并且啊 每隔半个月左右呢 给它试一次有机肥 有机肥的话呢 是啊 浓度一定要非常的稀 稀释一点 多稀释一点 有机肥是什么肥呢 新手花友可能不知道 比如说呢 人畜粪粪粪 比如说羊粪粪 牛粪粪 鸡粪粪 或者是芝麻饼粪 菜籽饼粪等等 这些啊 农家肥都是属于有机肥 大家如果现实当中得不到呢 网上是有卖的 大家可以去卖一些有 买一些有机肥 种出自己的有机木瓜小盆栽 好了那这一期啊 关于木瓜盆栽的啊 这个播种教学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可能很多话有问说 那我自己家里播种的这种木瓜 自己能收获到木瓜吗 其实我们主要是以欣赏盆栽 为主要目的 如果说你想种出自己的木瓜 收获一个木瓜 至少是要五年以上的时间 才能种出自己的木瓜来 所以说需要大家的细心 耐心和时间 好了那这一期 关于木瓜的视频 到这里告一段落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转发 评论收藏 我们下段课程再见了